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要過來,你不要理我,你走吧 你不要做傻事,你走吧 你不要這樣,你有什麼看不開 你跟我說,好嗎? 我知道了,你想下了個胎 你不要這樣,你回去上來試說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理我 不要,你不扮你 你回去,你走吧 你不要理我,不要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理我 我根本不是你死媽 我不想當你死媽,你明白嗎? 我和你爸爸是沒有感情的 但是為什麼要我和他生兒子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但是孩子是沒有罪的 那難道我有嗎? 為什麼我要受這種一副? 在這兩個月,我動一點就暈了 我吃什麼就吐什麼 我真的很辛苦 如果是為我自己喜歡的人也叫值得 但是現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一個孩子 怎麼說也好,她是你的骨肉 是這樣的時勢 我們今天不只明天是事 她生出來還是會受苦的 還有,如果她是女兒,怎麼辦呢? 你應該很清楚 是顧家的女兒 根本就不會有人管,不會有人重視 既然她生出來也會受苦 那我下了她 不是這樣的 我知道我是一個鄉口妹,我什麼都不認識 我不應該跟你說道理 但是劉藝尚且偷生 更何況是一個人 這個孩子是一條生命 她也很想見一下這個世界 她很想見一下自己的媽媽 我不會的,她不會想見我的 我也不想她出生 不會的,你一定是一個好的媽媽 你一定會很疼愛她 還有,那個孩子在你的肚子裡那麼久 你們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就證明你們已經有緣分了 四媽,你聽我說 你生了這個孩子出來 你一定不會後悔 她一定會是一個胖胖伯伯 又健康又活潑的孩子 她會叫我做姐姐 會叫你做媽媽的 來呀,我們回去吧 因為今天早上這麼晚還沒吃東西 我看二小姐會不會去忙其他 我去幫忙 吃早點了 又是灑番薯 說過早上有些粥水落土 昨天不小心買了番薯而已 今天要不要這樣對我們 平安點怎麼像你這樣想呢 你就是說我要小人之心 不是要別人畫公寫畫出場嗎 你武大武勢,木無尊長 這裡何時輪到你說話 好了… 一大早就吵吵吵吵吵 是不是嫌我這麼麻煩 爸爸,不要生氣,吃早點吧 媽媽 三姐姐 三姐姐 還要是一個嗎? 大姐姐呢? 我這早起床還看得有趣 只是回家而已,你挖得我挖不了 你怎麼說得意去哪兒呢? 整天早上都不見了 我去找他 御師姐, 我和你一起去, 玩吧 回來了… 大姐, 回來 不得意, 你去哪兒了? 擔心死媽媽了 這麼大, 這是什麼? 番薯?是誰找回來的? 是我掘的 你們說我把番薯都拿走 讓你們人人都要捱我 那我就去掘些番薯的玩給你們 別再說我吃東西不做事了 怎麼你們手這樣? 損了, 老爺, 你看 得意挖番薯 凸到十隻手指頭都損了 對了, 所以別說他只懂得吃 他也很胃頭加的 那就好了 平安, 你拿點番薯拿進去煮給大家吃 這些不是番薯 什麼不是番薯? 我掘得這麼辛苦回來 你總是說那些不是番薯 你什麼居心? 大姐姐 大小姐, 這些真的不是番薯 這些叫木薯 木薯一般不可以吃 什麼木薯? 對, 這些真的是木薯 看來看, 番薯和木薯的樣子真的很像 但我記得看書說過 木薯不能吃, 吃了會肚痛的 真的有人吃東西不做事 做事就打爛了 好了…番薯也好, 木薯也好 德兒這麼做 證明他有心想在家裡做點事 大姐姐 好… 你晚上在這裡搞什麼? 你知不知道會吵人睡覺嗎? 對不起, 大花姐, 我吵醒你 我沒心的 你明天才做不行嗎? 我打算今晚中起草藥 你明天早上有用的 關我什麼事, 我都沒說要用藥 我看你今早挖番薯挖得對手損傷 剛好我在山頭又找到草藥 以前我小時候有什麼損傷呢? 我媽媽就種藥草藥 用汁幫我敷傷口 敷完之後不僅不痛, 連疼也沒有 你這麼晚不睡就是幫我種藥草藥嗎? 不如你現在就敷吧 反正這裡也夠, 來 你記住, 敷一晚過夜 第二天洗乾淨, 甚麼事都沒有 那你呢?你不用? 我從小到大都落棍田做粗重的功夫 你不用敷了, 一向都要粗手粗腳 你留下自己用吧 都晚了, 你敷完之後早點休息 先喝杯水吧 謝謝, 麻煩你 我們進來這麼多天 都沒有新的物資運進去 再這樣下去, 這裡的人很快就要喊我 也沒辦法了, 現在外面真的很亂 其實在安全區, 外面也只是一間 不知道那些日本兵何時再開槍了 老闆, 我不想留在這裡, 我想走 你想找平安? 若君已經封鎖了藍兼所有的桿卡 我猜你出不去 那我還要留在這裡留到何時 我最擔心的是平安 也不知道會不會遇到那些日本兵 你失散這麼久, 平時也這麼難想 何況現在, 藍允也要找的 就算多艱難 總共留在這裡, 甚麼都做不到 留在這裡, 怎麼會甚麼都做不到呢 好, 希望可以放到這裡的傷症 巧兒 鎮聲, 你怎麼會在這裡? 那次光澤之後 我和同學四處救同胞 知道這裡有安全區 所以帶他們來這裡 對了,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別問那麼多, 最重要是你沒事 我心想留在這裡 可以為國家出一分力 誰知道南京始終都要淪陷 還要死了那麼多人 小心點 發生什麼事? 又是那些老婆婆打人嗎? 又說不再放人進來? 她受傷也嚴重, 就放她進來 別說那麼多, 快替她急趕 快點, 小心 看不出來 你也懂得關心我這些同胞嗎? 先吃衣服 你也要吃飯了嗎? 你也要吃飯了嗎? 你也要吃飯了, 你也要吃飯了 你吃飯了嗎? 也不是這麼說, 像阿姨平安老闆所說 我們還可以幫到別人 像這裡的傷者一樣 只要我們出一分力就可以幫到他們 這樣叫幫到別人? 我們天天在救人 死人羅馬頭在外面殺人 總之我們留下一條命 一定可以為各位出一分力 對了, 孝兒, 你和平安不是走了嗎 為什麼回來這裡, 還跟本世在一起 不是的, 我們在路上遇到意外失散了 如果不是潘世昌, 我可能沒了命 他會這麼好幫這麼多人 對了, 那平安怎麼樣? 其實我還很擔心平安人家會怎麼樣 不過我想他現在不能坐車離開這裡 我最擔心的就是平安會遇到日本兵 聽說日軍連南京城以外, 鄉鎮都遷跪了 未必, 這些都是傳言而已 可能是日軍發放出來的假消息 用來虛張聲勢 真的假就好 一天沒見到平安, 我也不會放心 現在日軍守得這麼嚴重 所有出城的城門都封鎖住 我想你要出去的也挺難的 實線而旁軍 實力竟成了 你想要應付 這是不是 這是 clas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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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你怎么打我啊 我去哪里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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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啊 好 这人还能够打得到 你把水掘的喉口 那后再打我啊 那后再打我啊 拿来 打了 你快点 打给你 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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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守內, 郭權 守內, 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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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會兒想怎麼樣 過來… 不知道你說甚麼 讓你看 過來 來 叔叔, 我們掘這個坑幹什麼? 這是萬人坑 是日軍沾我們成千上萬中國人 用你賣贓的地方 什麼?要我們中國人的坑 還要賣我們的屍體? 我不會掘斤 是呀, 走開 小槍 怎麼樣?找到他嗎? 找不到 找到整個安全區都找不到, 怎麼辦? 不用問, 他一定是要找顧平安 他想離開南京城, 太危險了 他們已經切關卡, 他根本走不掉 萬一他被日光發現的話 他這樣的脾氣一定很危險 現在只有希望, 盡快找到校義 南京城這麼大, 他去哪裡找我? 現在這個時勢, 他不可能離開這裡 他離了南京不久, 地方又不遜 他要躲起來, 躲去哪裡? 美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走開… 走開… 你怎麼知道他會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 不過如果他沒事的話 他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去 我們進去看看 好 客義, 老闆 依萍姐, 發生甚麼事? 我不如去追 你快點去衛箱躲起來 依萍, 你和我一起去 無論發生甚麼事都不要出來 那你自己小心 你怎麼看 我就是這首城市 黑人在這裡 現在是哪裡? 看看 你看嗎? 來吧 我看 我看 我…我看你 我看,我看 我看,我看 我看 站住 來吧 老闆 老闆,你怎麼樣?我沒事,小小傷 你流多血 我替他治療血 傷得不小心,應該沒什麼大礙 謝謝你 孝兒,你沒事吧? 我那條鏈呢? 什麼人見?我那條鏈呢? 我那條鏈呢? 孝兒 我那條鏈呢? 孝兒,是不是這條鏈? 是,幸好在這裡 這條鏈是我媽媽臨死的時候留給我 我不可以不見 那條鏈呢? 孝兒,你沒事吧?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死屍 但是,我看到這日軍 將他的同胞,推閘到坑裡 很多死屍,很多 孝兒 孝兒,你只是一個普通人 遇到這些事,怕也很正常 我以為我自己什麼都不怕 但是當所有屍體摘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真的腳都軟了 之前我還大聲叫日軍殺人 但是日軍真正向我開槍的時候 原來我真的很怕死,我很怕死 每個人都會怕死 但是你確實為了救我 被日軍用刺刀指著我心口 你也不怕,你別這麼說 剛才這麼黏筋,我只是拼一拼 可以認識你越來 就要摸不清你是誰 沒錯 你當初為了自己的利益傷害了很多人 包括平安一家 但是確實你是為了救我 每個人都不要 還在安全區那裡不斷照顧傷者 你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你又問我 不需要想得這麼複雜 我現在做的 只不過是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我不想後悔,無論如何 這次真的謝謝你 現在這個時勢,我們要互相幫助 才能生存下去 你們做事手腳這麼慢 過了一年都沒做得完 想不到今年要在這裡過年 我還記得去年 新精頭老爺的新車運到 我們一家人坐著新車去夫子廟看大戲 今年就… 媽,說不定過了年 我們可以回南京,不要不開心 對,不要不開心,大家坐 好 對了,根叔 那些青竹樹怎麼不剪短一點才放 傻瓜,青竹樹越長越好 長青長青嘛 老爺 老爺,你身體不好就別出來 沒事 我還幫他月鳳 做好這個有執筆的竹椅 讓他出去天井聊天的時候 不用坐石燈那麼辛苦 老爺,你手腳這麼不方便 不要再做粗重的事 他肚子這麼大,還沒叫辛苦 我堂堂一個大男人做這種事 算什麼辛苦 月鳳,來,坐吧… 叫小姐… 舒不舒服? 怎麼了?你不舒服? 作嘔吐,扶他進去休息 小心 慢慢… 得兒,有空去鎮仔那裡 買些安胎藥回來給他吃 知道了 老爺,家裡現在開支這麼大 哪有多餘錢買安胎藥呢 第一胎就是這樣 我抬得兒的時候豈不是更辛苦 正所謂天生天養 那個孩子的身子好不好就做定 不用吃藥嗎? 你還說 他抬得這麼辛苦 完全是因為你 你是不是想我兒子 不能平平安安的出生? 爸爸,這樣吧 我們來的時候還要一些衣服 待會兒我出去賣 賣到錢我就可以買藥 順便看看有什麼可以買回來過年 爸爸,我們剪麵茶回來了 想燉了眼鏡嗎?一定會舒服 你起來吧,把椅子是老爺弄給四媽的 你沒資格坐 沒有,你也沒有 四媽呢? 四媽她不舒服,進房間休息了 沒有,四媽,給我 幹嘛?平安安 你不是以為我… 你不是… 我只是打算剪那些舊的衣服 用來做孩子的衣服 你放心吧,我已經想清楚了 我不會再做傻事了 其實太好了 其實你也說得很對 我加入顧家 已經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既然我已經有了顧家的骨肉 我也不可以再逃避 那不如積極一點去面對 而且我沒可能要她和我一起不開心 心情好一點 將來生出來的小孩子 都會開心一點,經常笑 一定有很多人喜歡 你就打算用這些衣服來做小孩子 是呀,我還有其他不同的顏色 你看 我幫你 好 走 大姐,回來了? 給你的 你的手損光又起了枕 茶藥好一點 你特地買給我的嗎? 我剛才收藥的時候 聽過藥材店的老闆說起 那就順道買給你 你記住每天早上賣茶 我知道了,我會記得的,謝謝 你記住,煮好的藥給四媽媽喝 好嗎? 世昌 何臣父子說你出去了 是呀,我想出去看看能否聯絡到消息的人 我收到消息 甚麼消息 南京的日軍想成立一個南京自治委員會 是呀,他們現在招攬南京的商家 做這個會的會長 他們只不過是以華制華 平息反對的聲音 聽說聶雲山有意做這個會的會長 聶雲山一個人為你仕途見你忘義 如果你做了這個會的會長的話 南京的市民一定不會有好日子過 不如… 你想我做自治委員會的會長? 如果你做了會長的話 你可以幫助中國人改善生活 也可以幫助我們的組織 是呀 你說得對 日本人成立這個自治委員會 正好給他們機會給我 為中國人做點事 是呀 你怎麼做呢? 我告訴你,潘西昌說成立我的姿態 是呀… 聰靖小佐 南京總商會八大巨頭 有六個已經肯支持我做自治委委會主席 你怎麼做呢? 你怎麼不肯支持你? 只是益壽若罕的劉老闆 他不是不肯,只不過我沒機會約他 請松童小佐你放心 我已經約了他見面了 南京自治委員會的主席這個位 你叫劉老闆再說 是的 是 少佐,外面有人想見你 松田先生 潘老闆,你不是離開南京去重慶嗎 松田先生 應該是松田少佐 有事想單獨跟你相約 聶老闆 是 我先走了,松田少佐 算了 是,少佐 你有多膽子 當日在明孝靈,你通風報送 通知特工抓我,讓我站立了 你今天居然敢在這裡見我 少佐,我想整件事你有點誤會 那天我都被人抓了 我還找了一星期間 如果我真的通風報信 他們就不會這樣對我 而我今天也不敢來見你 你以為我會再相信你? 我一個生意人,我不喜歡政治 如果我早知道松田少佐你真正的身分 我不會跟你合作做生意 你今天來找我 絕對不是為了澄清我對你的誤會這麼簡單 那我直接點 我想做南京自治委員會的會長 南京自治委員會的會長 很多人都想做 你憑什麼相信我會讓你做 我憑我在南京供商界的影響力 日本人整天南京自治委員會 都是想穩定南京的經濟 安撫老百姓的反日情緒 我以前是南京最大的商家 我現在也是總商會的主席 如果我當了會長之後 我帶頭把把南京的資金調回來 我相信其他商家也會這樣做 要恢復南京以前的繁華毫無難度 好, 我最喜歡他們有膽識有自信 還有為你仕途的人 小總 南京自治委員會會長這個委員 誰做的對我來說也不太重要 現在就是你和聶老闆之爭 有能者居治 這部人生很賣力令商家支持他 看來南京自治委員會這個委員 他自在必得 自在必得, 不止他, 還有我 你好像我有把握 難道你想到什麼辦法? 任何難題都有解決方法 先生, 你找什麼位子? 是… 潘手槍 你是不是要做自治委員會的會長? 沒錯 為什麼? 日本人這樣對我的中國人 你還可以幫他做事? 是在安全區發生的事 你完全忘記了嗎? 孝兒, 你別這麼衝動 你先聽細槍解釋一下 好, 我問你 你是不是今天做日本人的走狗? 你回答我, 聶雲先生是什麼人? 是一個為你仕途又貪錢的人 如果讓他做自治委員會的會長 幫日本人做事 你以為他會怎樣對南京的市民? 如果我當了會長 我表面上日本人的走狗 其實我只是利用了身分 去幫南京的市民 你明明我用心 我跟你說過 凡事不能只看表面 做任何事都要冷靜去分析 才可以去做 衝動只會無事 快要新年了 我真的不希望南京的市民 在這麼我們的環境之下 過這個節日 所以我也會看不見 在這裡 你看看 有些人會兒 幫我抱著天佑去看無農無私也不行 老爺, 今天是年三下午 別說了這些事 是呀, 大家還可以平平安安一起過年 已經很難得了 平安… 如果真的沒有平安在 你們幾個十字不簽陽春水 也不知道熬不熬到今時今日 那倒是, 平安他又抵得想又熬得苦 沒有平安那些吃東西不做事的人 真的餓死了很久 根叔, 貼給一張輝春 好 根叔, 對不起… 對不起, 輝春代表好意頭 你故意弄壞他 是不是不想大家好好過年? 不是呀, 大媽, 我沒心的 還說沒心? 張輝春是你爸爸一番心血寫的 現在顧家對你不好嗎?你要這樣做 好了…一張輝春而已 要不要弄得這麼吵? 對了, 媽媽, 不要害你了 輝春爛了事小 自從這裡溫神進入了顧家 我們沒有日安寧的 永鋒號也沒有了 家裡接二年三發生這麼多事 日本人打到來了 搞得我們現在要在這窮鄉闢洋上 喊窮喊我, 你們說… 你不是呀, 日本人打到來 你也要入二家姐嫂子? 算了 什麼算? 算了, 這隻溫神欺負顧家的 有你在, 又不能去哪裡 就算沒有你在, 我也不信我們會捱我 你滾, 你在這裡 顧家沒有好日子過的 大媽, 你趕我走? 現在過年了 我不想留你的溫神在這裡過年 不要, 大媽, 你別趕我走, 大媽 你在這裡害人害物 你滾不滾?你不滾, 我滾 我滾不滾…我滾, 我滾, 我滾 二小姐 姐姐 二小姐 平安, 你這樣安心吧 當然安心, 溫神走了 你安心了, 平安走了 誰煮甜點飯? 我煮不是我煮 媽媽, 你從來沒煮過飯, 行不行? 我不相信有東西難倒我 幫忙透露, 來 我不會的 是嗎? 是不是這樣? 是呀, 多放一點進去 德爺, 出去拿點東西進來煮 媽, 你想煮什麼? 那個平安沒有說下煮什麼的嗎? 沒有, 但我團年也是那種的 這樣嗎?那先出去裝桶水進來 媽媽, 不如讓我幫忙吧 可兒, 這裡烏煙瘴氣 出去吧, 你敲喘病發作, 來 不怕, 我來這裡這麼久 我生病都沒發過 你出去吧, 乖, 聽話吧 不怕, 待會加點水 等水滾了之後, 一定可以拿番茄進來煮 姐姐, 你等一下幫我拿柴枝進來 好 真的沒想過愛兒做起家務 煮起飯來, 又似無似樣 當然了, 我很努力跟著姐姐學 明知愛兒有敲喘, 還帶她到處去 那個平安自把自圍 如果愛兒有什麼事, 我跟她死過 媽媽, 不關姨姐姐的事 是我叫她帶我出去的 我覺得平安沒有做錯 愛兒經常被你困住 沒有病也變成有病 她應該到外面多吸收新鮮的空氣 殺太陽, 人也比較精神 你懂什麼?我是愛兒身子著想 才不讓她出門 如果她外面有什麼事怎麼辦? 現在愛兒也沒事 幸好沒事, 如果… 愛兒說什麼?愛兒從小到大都要敲喘病 現在就好了, 有沒有病 其實你應該要開開心心才對 幹嘛吵吵吵吵吵吵吵, 但是… 但是什麼? 你不想愛兒健健康康嗎? 好了, 我不說話, 我不出聲了 是呀,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人小句就好了 大家吃飯吧, 老爺吃飯吧 不吃得住 今天這頓是團煙飯 平安還沒回來吃什麼飯? 老爺 剛才你趕著平安車的時候 我不妨礙你 原因就是我怕你發脾氣 發得不可以閉嘴 好了, 現在生氣了嗎? 發脾氣了嗎? 可以找到平安回來嗎? 我去廚房裡拿點東西 媽, 平安一直以來 都很努力地和大家相處 但自從我入了顧家之後 就發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 可能我只是顧家的不祥人 是爸爸的黑聲 媽, 你教我怎麼做? 不如讓我教你怎麼做 你怎麼跑出來? 大媽會罵你的 這次不會被人罵的 是爸爸叫我叫你回去吃團煉飯 那大媽… 爸爸開早餐叫你回去 媽媽在哪裡會發聲 況且爸爸剛才不勸大媽 也是怕他閉嘴而已 媽媽發完脾氣, 現在沒事了 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們整家人都在等你回去吃團煉飯 快點走吧 來, 菜式涼了 坐下吃 爸爸, 對不起 我剛才說你寫的那張輝春這麼不吉利 什麼不吉利? 一張輝春而已, 爸爸也寫過了 是呀, 有什麼重要的 一家人齊齊整整, 吃一頓團煉飯 媽媽, 那就坐下吃吧 愛兒煮的, 吃完要把東西收乾淨 來, 坐下 坐下 大家快點嘗嘗我的手勢吧 我第一次煮飯, 二家姐 一吃一吃一吃 吃不到, 我現在的手勢不錯 好, 當然了, 全靠我有個好師傅 二家姐 以後記得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 一定要開開心心這樣笑, 不准哭 聽到沒有? 我來吧 竟當天你也會有心 捨棄背份營造氣氛 怎麼不配襯 苦海裡也自問 兜兜轉轉碰到某某棍 仍願已等日未拋開 未能去愛 然而分開仍能記載 當天原來傷心何耐